中國政府證實,江果金東部南基五省一個抗業公司的營地 星期日凌晨受不明身份武裝分子襲擊,導致5名中國公民被武裝分子綁架。 發生綁架事件的江果金、南基五省和盧旺達、布隆迪和坦桑尼亞接釀。 中國駐江果金大使館通過微信發布的公告說, 呼籲中國公民撤離南基五省以及與其相鄰的北基五和伊陶里省。 因為這三個省安全形勢極其複雜嚴峻多次發生涉我公民的武裝劫略和綁架等惡性案件。 中國大使館發布的公告說,中國公民應該避免前往這三個省,已經是當地的中國公民應該盡快撤離。 又說,如果當事人堅持前往或停留,發生意外後,有可能難以獲得有效協助, 因為提供領事保護和協助而產生費用,將會由個人承擔。 根據美聯社報導,中國官方並沒有說明被武裝分子綁架的五名中國公民的身份或職位, 也沒有列出他們的僱主。官方的公報也沒有解釋綁架這些中國公民的武裝分子可能是什麼日。 大使館的公告說,請在江國金的中國公民和中資機構密切關注當地局勢, 加強安全防範和應急準備,設實加強內部管理,避免非必要外出, 如遇緊急情況請及時報警並且與使館聯繫。 而有 advisor財比較無limited防止分子長。 立使對比考人為 350公民的니까課lling是供生軍買的一堂努力策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